在中午十二点钟一到 所有的毕业生全部聚集在学校礼堂内 享用学校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卸身宴 餐会今天席开五十六桌 由校方请外汇的师傅到场半桌 座无虚席 有德国猪脚 活虾等等十道佳肴 让学生大快度一 看着三年学生在改变 在成长 我们办教育就觉得非常欣慰 校长表示 学生不会赚钱没有经济能力 向家长拿钱请老师 反而失去原有卸实验的美意 因此校方才决定举办欢送餐会 特别就是学校会特地感谢学生 然后不是说学生去感谢老师 谢谢校长一桌桌祝贺毕业生 学有所成 学生们也回敬校长和老师 感谢三年来的栽培 场面相当温馨 在台北台大一